由叶érêt的长包 藉由斌鞋 作词和单en Jacobinarby 王内 词曲 制作antics 翻译或行师 一侵数莱 反 ی母 孤雲啊,青春啊,一中空 伴你平溫啊,心隆隆 我求你老代,也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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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老太,也舍不 我求你老代,也舍不 我求你老代,也舍不 我求你老外,才舍不 我求你老代,心隆隆隆 合作词,也舍不 眼眩暗 愛暗的 水呀白的 教会那是孤季啊 爬一拜啊 倫笑請買十五間加歌,來陪路在野,人倫的心肝。 哪爱爱 买功丁帝啊 何人知啊 大家好 很久没有唱这种比较古老的东西 就是这个是菊开二度 这是台南的运河的古运 这是一个老艺人他传承下来的 前面是一段吟诗 它是菊开二度 如果菊花开了第二次 那这个仆人女仆人 她就可以在小姐的承诺下来许配这个男仆人 这是菊开二度的一种最人生的感叹 跟未来的这种期望 他每天都努力地照顾这个花园里面的菊花 看能不能开第二次 这一开场就是一个 好命 拍命 无小生 好命 因为人出世 人逢台 如果我们出世是爱逢台人 就是说他自己的身世 因为出生在贫穷的人家 就是一出生就是在侍候别人 那好命的小姐呢 她就一出生就是别人在侍候她 所以在感叹 这是一个有梦最美的一个故事 我学习这个古老的传承这样的古调 这是南部的 因为前面有一段银丝 后面是七字调 那今天我用的这个乐琴是我老乐琴 我第一把的乐琴 各位看看这个五头面 这个板面已经凹陷 因为以前用的是用拨片 拨片在弹拨这样子 但是那个拨片就是 有时候我们的情境 比较张力变化的时候 那个力大会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五头面已经快要 快要磨到快要看到底了 所以说我后来就不敢用拨片 那我就开始学习那个南琵琴 就是用南琵琴的词法来用 那这个用法 我就这样来弹的时候 后来就应用到银丝 就比较细腻的 那我就等于是把乐琴当古琴弹 这个乐琴它本身是比较粗矿味的 但是我们把它弹到细腻 它也是有那个很有质感 那后来我也听到一个老艺人跟我讲 他说你怎么会用手指在弹 他说他的老师以前 以前就是用手指弹的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老师 他传承了就是用手指在弹这个乐琴 所以说这个古老的应用 然后我们可以学习回来 那学习这个执法 那把古老的韵味把它传承下来 那大家对这个乐琴有一些兴趣 这个是长柄的乐琴 那因为这个古老 所以说我这个音色是比较古朴 它可以很细腻的声音 我们透过手指的时候 那个情境可以很细腻 所以说这个老琴呢 我是没有在舞台演出 我后来就自己做的那个 做的也是二十多年了 那那个是比较大 琴面比较大 之前看到的 那个比较大 那我是刚好和我的人生 这个琴面是传统的 就是一个老艺师做的 那我把它换了这个 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个尼龙弦 那弦比较粗的 所以我的定音就是 比原来的乐琴低一点 这个合乎这个我自己的嗓音 那当然没有到女生的这个唱嗓 所以说本来的设计 它是女生在唱的 通常是低八度的男生 男生是唱低八度 但是我希望秉承着传统的古法 所以我唱原声 就乐琴的原声 但是我们把嗓子拉高起来 有时候没有麦克风 我们可以在那个听场唱原声 也是很有韻味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